大家好,我是艾迪,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翻了一下我之前发过的内容,我突然发现目前为止我已经分享了将近30个后期修图的教程了 但是拍摄技巧却少得可怜 后期固然重要,但是它顶多只能算是一张照片的5分功劳 如果没有前期的另外5分,后期也是很难拿到满分的 所以旅行摄影技巧的系列视频来了 在这里都是关于旅行摄影的基础知识 希望能帮大家答疑解惑,拿到前期拍摄的满分 好了,废话不多说,跟着我一起玩摄影 开始本集的主题 相机中的光圈、快门、ISO在旅行摄影中的实战应用 光圈、快门、ISO可以说是相机中的三剑客 是我们在拍摄每一张照片时都要去思考和设置的曝光组合 它们三个彼此之间有着分不开的巧妙联系 想要掌握相机的曝光法则,让每张照片都能够正确的曝光 就一定要理清这三剑客之间的合作关系 光圈控制着光线进入相机的多少 当光线想要通过镜头进入到相机传感器的时候 这个门开多大,全都由光圈说了算 就好比在一个漆黑的房间里 我们把门打开一个缝隙 房间就会亮起来 把门全部打开,就会变得更亮 门的面积越大,进来的光就越多 所以光圈的大小可以帮我们解决照片亮度的问题 我们用F1.2、F5.6、F11等等这样的数字来命名光圈的大小 光圈的数值没什么规律,太难记了,总是背不下来 这不重要,只需要记住,数字越小,光圈越大 数字越大,光圈越小,这样的一个规律就算是学会了 因为我们常说的大光圈并不是因为数字大 而是光圈打开的面积大 所以光圈的名字和数字大小刚好相反 在旅行时遇到比较暗的环境的时候 可以开大光圈让更多的光线进来 比如在室内或者是夜晚拍摄的时候 只要是遇到拍出来的照片太黑了 开大光圈试一试肯定是没有错的 但是开大光圈之后新的问题就来了 因为除了可以让照片变亮之外 光圈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那就是影响背景的虚化 我们管它叫景深 比较常见的问题是在拍摄人像照片的时候 照片当中的人物很清楚 但是背后的风景全都变虚了 这就是因为用了大光圈拍摄的原因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特别迷恋 大光圈虚化的那个效果 但是在旅行的时候 背景全部虚掉 可能就失去了有颗照的意义了 根本看不出是在哪拍的 并且太虚的背景有时候看起来像是屁上去的 所以不是什么时候都要用大光圈去拍摄 那环境暗又不能用大光圈拍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用到了ISO ISO可以提高相机对光线的敏感程度 像白天室外光线很充足的时候 使用100的ISO就可以完成拍摄了 但是到了室内或者是夜晚 这种很暗的环境当中 就要提高相机对光的敏感度 听起来似乎很复杂 这里可以记住一个小规律 晴天100 阴天400 室内和夜晚800到2000 话又说回来 摄影不是死机硬背就行的 这个小规律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遇到具体问题 咱们还得具体分析 总之光线不够 ISO来凑 与光圈和ISO不一样 快门掌管着开门的速度 快门的数值都是以时间命名的 比如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秒 一秒 五秒 这样 当快门速度快于一秒的时候呢 都是以一杠多少多少 这样的分数显示的 快门负责一切与速度有关的拍摄问题 例如拍摄一只正在行走的小猫 行驶的汽车 奔跑的孩子 这些都需要高速快门才能捕捉下来 可别小瞧孩子跑的速度 五百分之一秒的快门都未必能跟得上呢 总之拍摄对象的移动速度越快 越需要高速快门才能捕捉到 另外 不仅仅是拍摄移动的物体时 需要用到高速快门 我们自己在移动的地铁或者是火车上 往窗外拍摄的时候也需要提高快门速度才行 这里边呢也有一个小规律 一百二十五分之一到二百五十分之一秒之间的快门速度呢 基本可以搞定大多数的拍摄而不会拍虚 拍摄移动的物体呢一般用五百分之一秒 移动的速度非常快的时候呢 用一千分之一秒 比如飞着的鸟 百米赛跑等等 快门速度呢 也可以很慢 例如把天空飘动的云拍得很抽象 或者是让街上走动的游客呢 变得少一些 都可以降低快门速度到一秒以下 来实现这些特殊的拍摄需求 了解了光圈快门ISO各自的职责之后呢 就差怎么组合起来去用它们了 在这里边啊 我提供一个小技巧 在拍摄前呢 先去思考和观察 做一个简单的二选一题目 是想要背景虚化呢 还是要定格瞬间 例如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当时是坐在一艘行驶的船上 想要拍摄对面正在移动的船 想要定格瞬间 那就是快门速度的问题了 可以使用快门优先模式拍摄 把快门速度锁定在五百分之一秒 保证船不会虚掉 让相机呢 自己来决定光圈的数值 由于天气啊 当时不是很好 需要提高ISO来控制整体的亮度 这个呢 就用到了我那个小规律了 阴天四百 你会发现 调高ISO之后呢 光圈数值就会变小 这样做呢 就可以利用ISO来控制景深了 所以使用快门优先模式的好处呢 是我们已经锁定了快门速度 完全不需要担心画面会虚 只要观察光圈的变化 配合ISO来调整光圈的大小就可以了 是不是省事多了 如果选择背景虚化呢 比如这两张 虚化背景来突出前面的植物 或者虚化前景呢 来突出远处的建筑 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光圈优先模式进行拍摄 锁定F5.6的光圈 让相机呢 来决定快门速度 当天有风 植物是一直晃动的 调高ISO的数值呢 可以让快门速度变快 这样做就可以在锁定光圈的情况下 同时还可以做到 定格瞬间 是不是很简单 除了以上的组合方式 在ISO不变的情况下 光圈和快门速度呢 也是相互影响的 但是练习初期 我们先不管这么多了 我强烈推荐大家 使用光圈优先和快门优先 这两个模式进行拍摄和练习 基本上可以应对绝大多数的拍摄需求 其实光圈和快门的应用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在任何的题材当中呢 都可以去大胆的尝试来获得不一样的效果 最重要的是想要体现的内容 大光圈呢 有它的独特魅力 而长曝光呢 和高速快门也有另一番乐趣 摄影最重要的呢 是享受其中 好了 这次的基础知识分享就到这里 曝光的隐秘法则 你都记下来了吗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ID 跟我一起玩摄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